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是陈时温的助理送过来的 还是老样子 一捧结梗花再加一条钻石项链 只是小助理临走时没忍住开口 姐,你知道今天这场晚宴是要带女伴的吗? 女伴? 刚想说陈时温没和我说时 话到嘴边突然顿住 我朝着小助理笑了下 嗯,我知道于是小助理也跟着松了口气 小姑娘年轻,刚进公司时又受了点我的帮助 所以自觉想回报我 可等人走后,我的心一沉 想发短信去问陈时温 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还在期盼地想着 或许她这次也和之前一样不带女伴呢 反正之前也不是没有过这种情况 直到半夜,周欣扶着喝醉酒的陈时温回来 她身上还披着陈时温的西装外套 又穿着同色系的礼服 时温今天带我见了不少人 所以喝得有点多 又要麻烦姐姐你今晚辛苦照顾她了 周欣朝我笑着 目录挑衅 在我面前 她从来都不叫陈时温姐夫 我实在懒得搭理 扶着陈时温去卧室 直到周欣又叫住我 对了 我没想到姐姐你煮的鸡汤这么好喝 她挽着头发又笑 语气无奈 也不知道甜甜随了谁 平时就爱喝鸡汤 改天我来找姐姐你教我 顺便把你那个蓝色的保温壶也一块送来 蓝色保温壶 我一愣 扶着陈时温的动作猛地僵硬 陈时温味不好又挑食 偶然得知她爱喝鸡汤之后 我特地去找了一位老师傅 学了煲汤的本事 每次都用蓝色保温壶装着送过去 但我没想到最后反倒是便宜了周欣 一夜没睡 陈时温醒来后 面色如常要去上班 我没忍住叫住她 昨天你带了周欣去晚宴 不是疑问 陈时温打领带的手一顿 而后点了点头 他说他刚回来 想让我带着他去认一下人 以后也好做事 周欣是陈时温破例新招的秘书 在很久之前 周欣曾经陪着陈时温一起创业 理由很充分 可我听着陈时温这副极为平静的语气 只觉得一股无名的怒火 在身体里横冲直撞 那我呢 我直视着他 那我之前也想跟着你去认识人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带着我去呢 声音有些颤抖 陈时温下意识皱眉 那种场合不适合你 陈时温 你是在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吗 陈时温低头看我 神情有些困惑 是助理告诉我你这段时间 身体有些不舒服 更何况 你之前不也说不喜欢去吗 可那是因为 我担心我会给你丢脸 我张了张嘴 还没说话 眼眶就红了起来 陈时温似乎有些不理解我的反应 为什么会这么大 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也不想一大早就因为这点小事 和我吵起来 大概还是没有习惯主动亲热 所以陈时温略显僵硬地 俯身亲了亲我 安抚 你别多想 等事情结束 我们就不见他什么了 又是这句话 所有人都觉得 是我抢了亲妹妹周欣的幸福 因为在我出现之前 陈时温和周欣 才是所有人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 两人青梅竹马 相貌 才学 家世极为般配 又是如出一辙的高傲 也是因此 后来不少人感慨 但凡当初陈时温和周欣有 一个人先低了头 结局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然而谁都没有服软过一次 所以才有了后来我轰轰烈烈追求陈时温的事情 而陈时温答应和我交往的第二天 周欣也赌气和一个男生交往了 本来事情应该是正常发展的 直到周欣婚姻不幸 那个男人酗酒还家暴 曾经的天之娇女 一下子跌到污泥之中 而陈时温事业蒸蒸日上 唯独有一个配不上他的妻子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指责 是我抢走了周欣的幸福 周欣恨我 父母骂我 现在连陈时温也这么认为了 所以他帮着周欣离婚 又亲自带着他重回原先的生活 陈时温安抚我 等事情结束 我们就不欠他什么了 我原本是信了的 可现在 这句话变成了一把刀 时时刻刻悬在我的头顶 我和陈时温开始冷战 结婚五年 我和陈时温吵架的次数 趋之可数 大多数时候 他都会选择退让 我原本以为 这是陈时温爱我的表现 可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因为他并不在意 陈时温并不想浪费时间 在他认为无谓的争吵上 包括这次冷战 周欣还回来的保温湖 也被我扔了 他看着垃圾桶里的保温湖 笑得意味不明 周婉 你在害怕什么呢 语气带着胜利者的高高在上 他向来都是这样 又觉得赢我是应该的事情 该害怕的不应该是你吗 我偏头看着周欣 沟纯反讽了回去 至少我现在还是陈时温名正言顺的妻子 而你只是需要靠着姐姐姐夫救济 还带着孩子的离婚小姨子 周晚 周欣面色争宁了一瞬 眼底浮现出恨意 我会变成现在这样 都是你害的 要不是因为你 电话铃声打断了周欣的话 周欣看了眼来电显示人 平静了下来 他特地开了免提 时温 上次的会议纪要 我会让李特助也发你一份 你跟着学下 陈时温的语气一贯冷淡 可这次 他在说完工作之后 突然放缓了语气 对了 上次田田想要的那个玩偶 我托人买回来了 于是周欣脸上惊喜更甚 那我替田田谢谢你了 他看着我 重又回到先前胜利者的姿态 陈时温不会在工作时间 谈私人事情 可他因为周欣魄力了 我现在的确只是一个离婚小姨子 周欣朝我笑了笑 可以后的事情 谁又说得准呢 我面无表情地朝着周欣 泼了一壶水 然后把骂骂咧咧地 他推了出去 只觉得一阵疲惫 最近我很容易累 不能这样了 我告诉自己 得和陈时温说清楚 可还没等我找机会 和陈时温说清楚 我就出事了 店里一小姑娘的前男友 找上门来 逼着要复合 那是个混混 态度蛮横又强势 我护着小姑娘时 不小心被人推倒 身下流了大片血 把便利人都吓坏了 被送到医院后 我才知道自己怀孕了 而我刚刚 差点流产 后怕 担忧 惊喜 各种情绪交织起来 让我一时间忘记了 我还在和陈时温冷战中 我下意识 想打电话告诉陈时温 想告诉他 他快要当爸爸了 想告诉他 我刚刚在得知 自己差点流产时 有多害怕 我内心还在期待着 陈时温的安慰 哪怕只是能听到 他的声音 可电话都被挂掉了 我以为陈时温在忙工作 可我问了李特助 才知道陈时温今天 并不在公司 不在公司 我一愣 下意识就想到周心 而几乎是下一秒 周心就发来了一段视频 视频是在幼儿园里拍摄的 一群人在比赛 穿着亲子服的 陈时温和甜甜 格外显眼 显眼到 我几乎不用一秒 就能直接看到 而视频的结束 是小姑娘甜甜地叫着陈时温爸爸 我没看到陈时温的反应 他大概也应得挺高兴的吧 多么可笑啊 我的孩子差点就没了 而孩子的父亲 却在陈时温却在陈时温一见钟情 我安静地看着黑掉的屏幕 下意识摸上肚子 又突然觉得 我好像一直都坚持错了 我对陈时温一见钟情 大概是因为他是我去周家时 第一个见到的人 那天 我妈凑巧 带着周心出国比赛 又或许并不是凑巧 父母离婚后 我被随意丢弃在乡下外婆家 直到考上了高中 外婆逼着我妈接我回去上学 我原本是期待的 因为我妈说过 等她安顿好了之后 就会接我走的 可我所有的期待 都在电话里那一句极为冷漠的 周家不是你家 不要给我惹祸 还有不准惹心心不高兴中湮灭 我妈早就有了其他的孩子 如果外婆没有逼她的话 她也从没有想过 要把我再接回去 我安静地看着紧闭的大门 浑身淋的湿透 他们不在 陈时温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她出来给了我一把雨伞 拧着没看着我 你可以打电话 给他们十六七岁的少年 穿着最为简单的白衬衫牛仔裤 身姿挺拔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 可我没有接过雨伞 也没有手机 外婆年纪大了 所以我只能按照 我妈留下的地址 一路公交一路不行 找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被拒至门外 撑着吧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窘迫 陈时温替我撑开伞 又当着我的面 打通了我妈的电话 我妈通过电话 对我表示了敷衍的歉意 又对着陈时温笑道 时温 麻烦你帮下晚开一下门吧 周家的大门是密码锁 而我妈不乐意把开门的密码告诉我 陈时温一愣 她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刚想开口时 一阵喧闹声 随后那边的人匆匆说了一句 心心快要比赛了后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低头看着脚尖 沉默不语 陈时温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没有帮我打开门 而是告诉了我密码 甚至在我因为第一次接触这种门锁 而手足无措的时候 陈时温耐心地跟我说 应该按哪里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插手碰一下这个门 而我全程只是安静地输入密码 开门进去 最后 在陈时温开口询问了一句 你是下晚后 轻恩了声 外婆说 别的事我都可以不理 但是名字我一定要保留下来 因为那是属于下晚唯一的东西了 可后来 我连名字都被我妈强行改成了周晚 为了讨她丈夫的高兴 但陈时温不同 她会记得我叫下晚 也会在我被遗忘的时候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一本正经说道 恭喜你成年了 不过更多时候 陈时温和我并没有太多交集 或许是因为 平时遇到的恶言恶语太多了 所以在此衬托之下 她成为我在那些黑暗中 唯一能够汲取道的光 我试图成为追光者 并一直为此努力着 哪怕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陈时温做那些 不过是出于对普通朋友的礼貌 她向来都是个很得体的人 但一直得体的人也会出错 陈时温净局子了 作为妻子的我过去保释 等赶到警局的时候 周新正抱着田田 眼眶通红地坐在陈时温的旁边 而陈时温难得脸色温和地安慰着 这一大一小 我自称是陈时温妻子时 就连警察眼神都瞬间有些古怪了起来 你过来干什么 看见我时 周新瞬间冷下脸来 而原本窝在她怀里的田田 也跟个小炮筒一样 直直朝我撞了过来 嘴里大喊着 坏女人 都是你 我一时没有防备 腰直直地撞上了桌角 疼得我瞬间面色苍白 又下意识护着肚子 但还没等我缓过神来 田田倒是被撞倒在地 大哭了起来 边哭边说 是我推她 陈时温原本是走向我的 却在听到小丫头的哭声时 又下意识先抱起她 低声安抚 周新也跟在陈时温的身边 心疼地检查着 田田有没有摔伤的地方 他们倒像是真正的一家三口 我被女警察掺着起来 滴滴到了声泻 肚子也疼得厉害 但远远比不上心里的难受 所以在陈时温反应过来 我过分苍白的脸色 想要过来扶我时 我避开了她的手 于是她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语气更是带上了几分难掩的怒气 是你联系周新的前夫来闹事的 她开口质问 我一愣 几乎是下意识抬头看向陈时温 嗓音尖色 你说什么 周新的前夫去幼儿园闹事了 正好在周新和田田亲子互动的时候 陈时温为了保护他们受了伤 但我没想到 他会认为是我叫来了周新的前夫 在一阵耳鸣后 我极力维持着最后的冷静 周新说的 他什么都没有说 陈时温冷声 可眼底却明显带着怒意和失望 下晚 周新是你的亲妹妹 可你为什么总要用这种最恶劣的心思去猜忌她 亲妹妹 我扯了扯嘴角 只觉得可笑 在周新有意引导着其他人霸凌我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想起过我是他的姐姐 陈时温明明知道 你知道周新录了一段视频给我看吗 我抬头看着陈时温 眼睛酸涩的厉害 陈时温皱眉 知道 我本来是想让你看看 时温以后带孩子会是什么样的 周新开口 眼眶通红 他拜托女警察 先带着田田出去玩 然后死死地盯着我 我知道 自从我回来之后 你就一直在害怕 我会抢走时温 甚至整天都疑神疑鬼 可是周晚 我现在已经有了田田 我只想让田田能够开开心心 我不想让他在幼儿园 被骂是没有爸爸的野种 所以这次亲子活动 我才特地拜托了时温 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去找那个男人 你知不知道 我和田田花了多久 才从那个地狱逃出来 说到后面 周新近乎顾不上形象 开始生死历劫 周晚 你就这么恨我吗 你要做什么冲我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田田 也就是在这时 我妈姗姗赶来 她二话不说 就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语气里满是厌恶 你已经抢走了 你亲妹妹的幸福 你还想怎么样 周晚 你心思怎么这么恶毒啊 这些话我也听多了 在周新婚姻不幸之后 我妈就认定 是因为我抢走了陈时温 一切都怪我 但她不敢在陈时温面前这么说 这是第一次 于是我看向陈时温 他正死死地皱着眉 眼底似乎闪过一丝心疼 但那点情绪消失得很快 陈时温很少在我面前 外露过分明显的情绪 他并不习惯 就连偶尔的亲密 也都是这五年来我一点一点 慢慢让他适应的 我看到陈时温下意识 想朝我走来 却又被周新拉住 他低声请求 你陪我去看看田田好不好 田田平时最依赖你了 他今天肯定害怕死了 于是陈时温停顿了下 可他最后还是走到我面前 我没有叫那个男人过来 我身吸气 脸疼得实在厉害 疼啊 真的很疼 但凭什么一直都是我在疼呢 于是我扯出一抹冷笑 陈时温 我还没下见到要用这种手段 你也可以去查我的通讯记录 各种记录随你查 没有做的事情 我不会承认 你先回去 陈时温没有回答我的话 他只是低头看着我 语气里是难得的疲惫与无奈 回去后好好休息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陈时温是个很负责的人 而我是他的妻子 所以他会替我收拾烂摊子 就像当初他会替周新 处理好所有的烂摊子一样 但同样 陈时温不信我 清晰认识到这一点的我哑了声 先前那一点紧剩的期盼 也被交个透顶 我安静地看着陈时温 突然笑了起来 又问他 陈时温 你是不是后悔了呀 陈时温身子僵硬了一瞬 下晚 他低声阻止 我没理 自顾自说了下去 可你凭什么后悔呢 明明当初是你说的你也 喜欢我 最后三个字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陈时温打断了我 他似乎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下意识抓住我的手 你等我回去 像是做出了妥协一般 陈时温难得放软了语气 他抱着我 轻声 阿婉 你等我回去后再说好不好 我看到陈时温身后的周心 露出了极度的神色 可这次我内心没有任何波动 不等了 陈时温 凭什么我一直都要等你呢 陈时温第一次让我等他 是在公司创业初期 最为艰难的那段时间 周心就是在那个时候退出的 他放弃了和陈时温的约定 选择了出国继续深造 我知道周心在逼着陈时温 开口挽留 他从小就性子高傲 一直在等着陈时温主动低头表白 可陈时温只是沉默了很久 最后说了句恭喜 那天周心气得出去十连高跟鞋都踩断了 陈时温一直都表现得极为冷静 似乎并不在意周心的离去 直到某天陈时温犯胃病 疼到昏厥 我送他去医院时才知道 这人已经很久 没有正常 吃过一顿饭了 而陈时温只是简单说了三个字 没时间 于是我才知道周心的离开 对陈时温以及公司的打击有多大 陈时温 我蹲下来看着他 语气认真 是不是公司是少了 你就可以好好吃一顿饭了 陈时温没回答我 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 但那天起 我就逼着自己去学更多 承担更多 就只是单纯想让陈时温 能够好好吃一顿饭 我的确处处都不如周心 可我要比他降多了 陈时温根本就拦不住我 在公司签下第一笔大单子的时候 陈时温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庆功宴 那天大家都挺高兴的 我喝了点酒 又被不少人怂恿 于是大着胆子 去找陈时温 他在外面打电话 身上还带着寒意 可眼底却擒着温和的笑意 抱歉 等会儿和你说 见我过来 陈时温挂断电话 天头看我 有事吗 大概是那片笑意罪人 我末地红了脸 不知所措 可陈时温很有耐心 于是到了最后 我就只是颇有些自暴自弃的小声问他 那你以后可以好好吃一顿饭了吗 那点笑意疏然僵硬 我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 急忙白手想要解释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上次医生说 下晚陈时温叫住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 堪称是紧张的情绪 像是个矛头小子 他说 你可以再等等我吗 我好像 有点喜欢你了 清新好闻的气息挨尽 心跳仿佛都随着停滞了好几秒 我听到自己愣愣地应了声好 也记得那天陈时温不慎熟练地 扬起一抹僵硬的笑容 又暗自敏唇 懊恼自己的笨拙 然而直到很久后 我才知道 那天那痛把陈时温中场 叫走的电话来自周新 故事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有了结局 偏偏我还沉浸在自我感动中 不过现在我也不用再继续等下去了 我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 我自己的东西不多 陈时温倒是送了不少礼物 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丈夫 只是没有爱我而已 我也并不打算把这些东西留下来 便宜了周新 联系好买方后 我拿起了一个礼盒 礼盒是私容材质 里面是一堆干枯的结梗花瓣 还有五条钻石项链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 陈时温送的都是这两样 他大概是觉得我会喜欢 所以就不想再浪费时间 花在一些不必要的挑选上 可陈时温总是忘记 喜欢结梗花的不是我 喜欢钻石项链的也不是我 礼盒我没有拿走 离开的时候 陈时温正好推门进来 他这次回来的倒是挺早的 你要走 在看到我脚边的行李箱时 陈时温一正 我恩了声 也没多做解释 就想绕过他离开 可陈时温却突然抓住了我 抱歉 一阵沉默后 他开口 声音沙哑得厉害 又隐隐带着一丝颤抖 他自顾自说了下去 这件事是巧合 离婚之后 霍言就一直在跟踪周心 这次他来闹事 也是因为他生气 周心拜托我去陪田田参加亲子活动 是我误会了你 我 司机已经在等我了 陈时温抓着我的手越来越用力 我不得已出声打断他 请你松手 于是陈时温沉默着松开手 又提起我的行李箱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 这个还给你 我没回答 而是摘下了结婚戒指 放在了陈时温空着的手上 又笑 你也不用来接我了 东西我都收拾好了 他们想什么时候搬进来都可以 陈时温末地攥紧了手 他脸色变得苍白 连带着那双一直盯着我的黑眸 都骇人了起来 陈时温没理我 而是陈末着地将那枚戒指重又给我戴上 态度强硬 可是动作却出乎意料 小心翼翼 他说 你要是真的生气到不想看到我 那就出去住几天散散心 但你不能不回来 这是你的家 又执拗地盯着我 我觉得好笑 但实在没有力气 再和陈时温争下去 于是懒洋洋地嗷了声 陈时温却像是听到了 什么心安的回复后 松了口气 可提着行李箱的手背上 青筋根根乍现 陈时温送我上了车 等开出一会儿后 我突然叫住了司机 等一下 于是我下了车 就把那枚戒指扔了 戒指不值钱 唯一要说 有什么特别的 大概就是 这枚戒指 是我缠着和陈时温一块设计的 之前是周新 后来是工作 我和陈时温平时的接触 实在太少 所以我总是尽量想多创造一点 属于我们的回忆 扔完戒指的那一刻 原本沉甸甸的心 突然放松了不少 我笑了笑 转身回车子时 却隐约撇到了一辆 眼熟的黑色宝马 但夜色太深 没看清车牌号 我也没太在意 心想 总归不可能是陈时温 他没那么闲 也永远都坐不出 开着车追我这种 他认为是愚蠢至极的事情 我搬出去后 周新开始肆无忌惮地挑衅我 他从小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因为我妈每次的第一选择 都是他 或许是我和陈时温结婚这件事 真的刺激到了周新 他开始警惕我 我收到了一堆照片 有时候是陈时温陪着田田去游乐场玩 有时候是他展示着陈时温给他买的首饰珠宝 不是你的 你永远都抢不走 周婉 你永远都只会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就像是当初在知道我要被接到周家时 周新特地选择了他出国比赛那天让我过来 他嚣张地向我宣示着主权 而我趁机把周新发来的这些照片和记录保存下来 当作陈时温婚内出轨的证据 哪怕我知道真相并不是周新想给我看到的那样 因为陈时温开始每天给我发消息 事无巨细都要说 但周新总觉得一切都还没变 陈时温还会是之前的那个陈时温 不会主动去向别人解释什么 所以我知道了陪甜甜去游乐场那天是她的生日 在周新和我妈的不断请求下 陈时温答应了 而那些珠宝首饰陈时温也问过我 你喜欢哪种 我猜陈时温大概是看到了我没带走的钻石项链 他一直都觉得不管是送礼还是赔礼 女人往往都会更喜欢这些 不喜欢钻石项链 那就换别的 我也懒得去纠正陈时温这种思想 只是把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发给他 协议书已经拟好了 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修改的 文件没有接收 陈时温也像是没有看到那句话一样 问我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 我撇了撇嘴 转头把陈时温拉入黑名单 我预约了人流手术 医生反复问我 是否和家里人商量好时 我懒懒地应了声孩子没有父亲 于是手术继续进行 很奇怪 在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很早之前发生过的事情 在我为了谈下一笔生意 和人喝酒喝到未出血 被送进医院的时候 是陈时温放下了手中所有的工作 没日没夜地照顾我 但他实在不会照顾人 连削个苹果到最后 也只剩下个苹果盒 然后被我嘲笑 可等我出院的时候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少爷 甚至都能做些简单菜式了 那段时间 我的一日三餐 都是陈时温负责的 一开始 那些粥汤的味道 实在不算太好 我还开玩笑地问陈时温 他请的阿姨 真的不会因为做菜手艺被辞退吗 陈时温说了声 我知道了后 就沉默着收拾起碗筷 后来是他的助理告诉我 陈时温在医院旁租了房子 他每天都要提前下班过去准备 说不感动是假的 我又想起我带着陈时温 回去见了外婆 外婆老年痴呆 躺在床上 已经不认识人了 但他还记得自己有一个 放心不下的外孙女 于是他拉着陈时温 叙叙叨叨说了很多 前言不搭后语的 可陈时温都很有耐心地 听了下来 甚至还和外婆 有了两个人的小秘密 那段时间 因为担忧外婆的身体 我的情绪很不稳定 回去没多久 我就爆发了和陈时温的第一次争吵 具体因为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 只记得我气到直接跑了出去 然后去朋友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出门时 就看到陈时温守在朋友家门口 地上一堆香烟头 他安静地看着我 苍白的脸上还泛着不正常的红 回家嘛 陈时温问我 极力压抑着咳嗽 于是我就和陈时温回去了 我原以为 事情到这已经结束了 可后来半夜起来时 我撞见陈时温在阳台上 和朋友通话 他说 我不知道 我当时只是想早点找到下晚 他怕黑 于是我记住了这句话 陈时温爱我吗 或许有过 可他总不愿意 在我面前承认 我也不想再继续等下去了 陈时温来楼下堵我 他知道了 我做人流的事情 这是迟早的事情 我没打算瞒着他 下晚 陈时温叫住我 猴杰尖色地滚动了一番 我们的 孩子呢 向来平静的神情终于被打破 露出了茫然和不知所措 他下意识朝我走进了几步 语气称得上是小心翼翼 我知道他了 我想见一见他 可以吗 可声音沙哑 我觉得好笑 那你应该去医院 于是所有的话都被堵住 但陈时温毕竟是陈时温 哪怕是失态 也能很快就恢复过来 他极力压制声音里的颤抖 语速飞快 你刚做完手术 需要人照顾 我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人住 我不放心 我来接你回家 你本来身体底子就差 之前医生也建议等你养好身体后再要孩子 这个孩子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会有的 房子不用退 东西也不用收拾了 就留在这 你什么时候想过来住 也可以随时过来 阿婉 我们先回家 有什么事之后再说 陈时温 我打断了他的话 语气很平淡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于是陈时温这才后知后觉 我是真的想和他离婚了 他开始沉默地看着我 无声反抗 说实话 有时候 我真觉得陈时温的性格挺像小孩子的 我笑了笑 语气平淡地叙述着一件事 在你陪着甜甜参加亲子活动 有英雄救美那天 我差点流产了 话音刚落 陈时温想要伸出去 抱我的手将了半赏 我又说 那时候我真的很后怕 但我又很高兴 我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你分享喜悦 我想告诉你 你要当爸爸了 可是那天我打给你的所有电话 都被挂断了 我不是 他的手无力地缩了回去 陈时温想解释 可嗓音尖色 他说不出半句能为自己开脱的话来 后面的事情也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所以 陈时温低着头 轻声说 你是在报复我吗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你 我盯着陈时温 目光冰冷刺骨 我只是不想让那个孩子和我一样 我不想让那孩子 以后会为了多吸引一点父亲的注意力 而和其他小孩 争得死去活来 更不想看到那孩子 因为父亲更偏心其他人的孩子 而吃醋难过 陈时温 你敢和我保证 你以后不会因为愧疚而更偏向周欣和他女儿吗 陈时温说不出话来 他低着头 我看不清他脸上到底是什么神情 于是我又继续说了下去 我知道一个不被父亲期待的孩子生下来会有多困难 我人格有缺陷 我身体里流淌着我妈自私的血 所以我不保证我是否能如初地爱他 保护他 我也不能保证我会不会因为对你的恨发泄到那个孩子身上 既然这样 那么我宁愿这个孩子从来没有来到过这时间 也就不用遭受我曾经受过的罪 我就是不被期待的那个 我也是被我妈发泄着怨恨的那一个 所以我一直都活得很小心翼翼 甚至为了一点点的好就甘愿付出所有 但这样真的很累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不被期待的 陈时温突然开口 一字一句说得极为奸色 他抬头看着我 眼眶不知怎么就红了起来 又近乎失态地躬起身子 带着点茫然 委屈地问我 可是下晚 你都不问问我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期待那个孩子呢 我还没有见过那孩子 还没能和他说上一句话 下晚 这对我不宫廷 陈时温沉沉地 从胸腔里喘出气 声音哽咽 他似乎哭了 可真是稀奇 那你的所作所为 对我来说就公平吗 我反问他 陈时温 我从来都不欠周心什么的 明明是我一直在不幸 明明是我一直在陪着你 可为什么 因为周心倒霉一次后 所有人都觉得 是我不对 是我抢走了他的幸福呢 你看 连你都下意识这么觉得 所以你告诉我等 事情结束 我们就不欠周心什么了 可我到底欠他什么了 他为了出国深造 抛弃了你和公司 是我接手了他的烂摊子 你明明是我的丈夫 但我得忍受着 你为了他一次又一次地抛下我 陈时温 我就活该被抛弃吗 我的情绪起伏有点大 说完这句话后 我眼前一黑 身子晃动了下 陈时温下意识过来扶着我 却被我狠狠甩开手 别碰我 于是陈时温的手松开又抓紧 是我的错 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狼狈而又卑微 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的 可是陈时温 我不相信你了 我盯着陈时温 一字一句 所以请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于是他脸上血色褪去 苍白一片 陈时温不肯离婚 我不想和他继续纠缠下去 索性把这件事告诉周心 他果然气疯了 你胡说 周心面色猙獰地朝我吼 时温怎么会不肯离婚 明明就是你一直在缠着他 当年也是这样 如果不是你一直缠着时温 他怎么可能会和你结婚 离婚协议书 我也早就发给他了 现在只需要他签字 我平静地看着周心 一由所指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都和我无关 能让他签字就好 周心不再说话 他狐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然后转身离开 有了周心和我妈 在其中动手脚 陈时温来找我的次数 越来越少 他大概也察觉到了什么不对 可陈时温到底是和周心多年青梅竹马 他不愿意把周心想得太坏 于是这就给了周心下手的机会 他趁着和陈时温出差时 在陈时温的水里动了点手脚 照片传来时 我又默默保存了下来 然后回他 祝你成功 结果这条消息发过去没多久 我就接到了陈时温的电话 我后来又把陈时温 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 因为我还得和他协商 离婚协议书 电话接通 背景声音一片嘈杂 似乎还伴随着女人的哭声 但很快一阵关门声后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只剩下陈时温略有些沉重的呼吸声 有事 我没有碰他几乎是同一时间 我一愣 转而觉得有些好笑 你不必和我解释 我们快要离婚了 你之后河水发生了什么 对我而言都没什么关系 下晚 陈时温有些急促地打断了我的话 可打断之后 他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于是一阵沉默 好半晌后 他才问我 你知道他会这样做 不知道 我老实坦白 但能猜到 我很早就提醒过你了 陈时温 可你总是不信我 在陈时温心怀愧疚 亲自照顾周星的那段时间里 有无数次 他都是深夜被叫走 不是水管破了 就是天天晚上做噩梦下道 很别角的借口 但是陈时温都信了 因为他觉得周星没必要说谎 我阻拦过 但总是得到陈时温一句失望的 他现在还带着孩子给赌回去 回来后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这样拖下去挺没意思的 我也不想再继续被你们打扰了 这让我很困扰 陈时温没有吭声 我挂断了电话 结果后半夜的时候 陈时温赶回来了 当时下着雨 他浑身都湿漉漉的 却没有敲门 而是等到早上我出门倒垃圾时 才看到这人跟雕塑一样 站在我家门口 面色苍白 两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连嘴唇都烧得起了皮 只有在看到我出来时 那双沉寂的黑眸 才像是落入了一点细微的光 我皱眉 那直接签字吧 于是那点光也消失了 你说过的 你可以答应我 一个要求的 陈时温突然开口 嗓音打着颤尖色地说道 你答应过的 他朝我伸手 掌心向上 静躺着一枚 早已经被我遗忘的结婚戒指 当时在设计这枚戒指的时候 我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其中一条 就是设计了许愿星元素 我当时兴致勃勃地告诉陈时温 我们可以许愿 然后我当着他的面 许愿陈时温以后 好好吃饭 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陈时温当时什么都没说 我以为他没听进去 可这枚戒指 很早就被我扔到垃圾桶里 我突然想起 离开那夜看到的车 一个荒诞的猜测跳了出来 是吗 我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不记得了 陈时温没礼 只是执拗地盯着我看 我以为他会说 不要离婚 可陈时温只是小心翼翼地 把戒指收了回去 紧紧攥着 一字一句 像是抛了自己的心 鲜血淋漓地展示给我看 在你之前 我没有爱过人 也不知道什么才算是爱一个人 我已经在很努力地去学了 我快要学会了 你再等一等我 好不好 周欣被辞退了 他很早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更从未想过要重拾起来 能够进入陈时温的公司 也是因为陈时温第一次用了自己的特权 然而周欣一门心思都只扑在了陈时温的身上 他也不相信陈时温会这么对他 他一次又一次服软 可陈时温却不为所动 周欣认定是我在其中做了什么 于是他索性跑到我妈那边哭闹了一场 没过多久 我妈就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问罪 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 只要周欣不开心了 那么肯定就是我的不对 他偏心周欣道没有任何道理 只不过这次我妈运气不太好 凑巧碰到了陈时温过来找我 在对上陈时温害人的目光时 他难得露窃 最后只能扯起一抹尴尬的笑容解释 他 他毕竟是姐姐 要多让让妹妹吗 陈时温冷生 那连他的丈夫也要让给周欣吗 我妈不敢吭声 我难得看到陈时温有这么生气的时候 有些稀奇 但也并不是很在意了 于是我推开挡在我面前的陈时温 朝着我妈笑了笑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妈了 被接到周家后的每一笔开销我都寄了下来 我会把钱都还给你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用一个不讨喜的女儿换一笔钱 还是挺划算的 我妈被落了面子 恼羞成怒 你这死丫头 你有时间在我这大吵大闹 还不如去管管你的丈夫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文件给他 一由所指 说不定有人正在做你当年做过的事情 他曾经当过第三者 一直对这方面比较敏感 而男人出轨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果不其然 我妈瞬间脸色大变 尤其是在看完这些文件后 一句话都不说 又气势汹汹地杀回了周家 他一边走 一边打电话给周心 你给我滚回来 因为在那份文件里 我还特地送给了他一个惊喜 周心知道他爸爸出轨的事情 但他并没有告诉他妈 陈时温沉默地看着这场闹剧 问我 需要帮忙吗 你已经帮忙了 我点了点我妈走时 不小心遗落下来的一张纸 这些调查的费用 是卖了你这些年送我的那些东西得到的 陈时温一证 半闪后才小心翼翼地问我 真的有那么不喜欢吗 目光中隐约带着点受伤 我没回答 于是他又扯起一抹不慎熟练的笑容 自顾自说了下去 不喜欢的就卖了吧 狼狈又卑微 周家一团乱 尤其是在周心 没有选择帮他妈后 他妈一气之下 说出了周心被家暴离婚的真实原因 是他婚内出轨 被霍炎抓了个现行 周家保姆听到了 没过多久 这事就传开了 原先还同情周心的那群人 立即变了态度 开始同情起霍炎 又纷纷猜测 田田到底是不是霍炎的亲生女儿 否则为什么霍炎不争取田田的抚养权呢 事情越传越离谱 甚至还有人扒出周心离婚后 勾引自己姐夫的事情 说得有模有样 周心彻底慌了 他下意识带着田田去找陈时温帮忙 却没想到遇到了霍炎 霍炎直接带着周心和田田回去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没有刻意去打听 只是听小助理说 霍炎在知道周心出轨后 也没想和他离婚 是周心去求了陈时温 陈时温用了一些手段 逼着霍炎答应离婚的 这倒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了 老板真的很过分 小姑娘气得喝了一大口奶茶 为我鸣不平 她知道我要和陈时温离婚的事情 又安慰我 没事的姐 你条件这么好 肯定会有人好好爱你的 你等我给你介绍 都是清纯男大学生 还有八块腹肌大胸肌呢 我被小姑娘这话给逗笑 而过来找我的陈时温 听到这话 直接黑沉了脸 她最近经常来奶茶店找我 空闲到我有时候 都怀疑公司是不是破产了 她带着一束满天星 陈时温似乎真的跟她之前所说那样 她在学着一点一点 如何去爱一个人 可那又怎样呢 我抢在她开口前说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吧 陈时温目光颤了颤 她像是没有听到我的话 安静地把花瓶里的花 换成新的满天星 动作细致又缓慢 这样挺没意思的 我又说 周欣说 是因为我们背叛了她 陈时温背对着我 沉默好久后开口 她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她也不会胡乱答应了那个人的追求 更不会嫁给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你相信了这些话 我不知道 陈时温声音很低 但你一定觉得我相信了她的话 我笑了笑 周欣在国外的时候就玩得挺花的 如果你肯花点时间去调查下 你就会发现她一直在骗你 但是陈时温没有 或许在她的认知里 周欣永远都是那个极为出色 又能和她并肩作战的小妹妹 陈时温是个很负责的人 可我偏偏就极为讨厌她的这种负责 陈时温默了默 又岔开了话题 我约到了那家餐厅 你不是很喜欢他们家的烤鸭吗 我们晚上 如果你还是不同意签字的话 那我就只能提交 你婚内出轨的证据来强制要求离婚了 我打断陈时温的话 又把周欣之前发给我的照片 和聊天记录给她看 我不想做到那么难堪 周欣拍的那些照片都找好了角度 看起来和陈时温暧昧不清 尤其是出差那晚发来的照片 哪怕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陈时温并没有实际做出 对不起我的事情 陈时温脸色惨白 他直直地盯着我 眼圈有些发红 声音微弱文明 你明明都知道 我不知道 我面无表情 我只知道你对不起我 陈时温握着水杯的 手背青筋乍线 在陈时温离开前 我叫住了他 陈时温 你爱过我吗 他脚步一顿 用下意识转过身来 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并不是仅仅因为周欣 而决定要离婚的 我笑着摇头 你不会承认的 陈时温 你是个很骄傲的人 所以哪怕你真的喜欢我 你也不会在外人面前承认 你只会用其他来代替 比如因为你是我的丈夫 再比如很早之前你说 因为我怕黑 所以你得尽快找到我 但你不会说你喜欢我 因为你不愿意承认 你喜欢的人极为普通又平凡 你的起点很高 而我又因为你曾帮助过我 所以从一开始 我们之间就是不平等的 我等过你很多次了 但这次 我不想等了 陈时温僵硬在原地 许久后 我才听到一声极轻的好 离婚那天 天气晴朗 陈时温把大半身家都留给了我 我没拒绝 后来我断了大部分的联系 回老家开了一家奶茶店 我这人本来就没什么太大的志向 当初追求陈时温 就已经是我最大的勇气了 小县城的生活平静又悠闲 但有不少年轻人会光顾我的奶茶店 直到某天 有个小姑娘悄悄对我说 姐姐 那个人你认识吗 我抬起头 正好和慌张的陈时温对上了眼 她下意识抿唇 有些无措的别过头 不敢看我 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以前认识的人 我对着小姑娘笑着解释 第二天 我就把奶茶店关了 出去旅游了 这得感谢陈时温 留给了我足够的钱 但总是会偶遇到陈时温几次 她不敢靠前 我就假装没有看到 后来我定居在一个我喜欢的城市 又收养了一个小姑娘 小姑娘父母离异 她是被她妈遗弃在福利院的 于是我领养了她 但我没有让她叫我妈妈 她听话懂事 让我的生活 似乎又有了新的盼头 只是小姑娘 偶尔会大着胆子问我 婉姨 那个经常偷看 你的帅叔叔 是你认识的人吗 我看到他好几次 都替我们赶跑了坏人 陈时温一有空 就会来找我 要不是小助理还没有失业 我都怀疑 陈时温要把他的公司搞破产了 但我已经走出来了 于是我捏着小丫头软软的脸蛋 不认识 可能是觉得你好看吧 小丫头这么八卦做什么 明天开学了 你作业完成了 小姑娘嗷了声 唉声叹气地去写作业了 我笑了笑 没有再回头 我们字幕为揣柜 离不将 你们 revi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